《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是《建民论推墙》的1571期 这几天因为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所有我们谈论话题的焦点都围绕着俄乌战争来谈 其实这几天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专门访问了台湾 蓬佩奥到访台湾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蓬佩奥访问这个时机 也是大家感觉到非常敏感的时机嘛 这一次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对于中国人最关心的什么问题啊 都认为这是一个攻打台湾的一个样板效应 也就是俄罗斯如果顺利的拿下乌克兰 乌克兰最终就是被俄罗斯就这么莫名其妙吞并了 而全世界呢最终呢只是谴责一番以后 这件事就拉倒了 那一下子就助长什么 除了助长了普京的嚣张 也助长了习近平的这个霸占台湾的气焰嘛 所以说这习近平是非常关注 普京能不能一口气就拿下乌克兰的 那么中国这些小粉红更是什么 兴高采烈认为什么 认为台湾你看好啊 乌克兰只示范一次啊 马上这个乌克兰被拿掉以后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24小时之内我们就到台北了 所以呢台湾人就反尘相继啊 你们去把那个铁链旅的事情解决 要不要24小时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蓬佩奥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访问台湾呢 实际上是对国际政治呢 有一个重大影响的 因为蓬佩奥呢 他本人作为前国务卿 他访问台湾 显然他不是以美国政要的身份来访问 但是他又是在美国 现在已经离开美国政坛的 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 蓬佩奥的到访台湾是极其重视的 蔡英文不但是亲自给蓬佩奥受训 在对蓬佩奥受训的致辞里面 他多次提到什么 提到蓬佩奥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 能够制定了重大的什么美台之间关系的突破 也就是只有在川普总统就任总统 以及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 对台湾很多限制完全解除 尤其是外交上的限制 过去呢 美国呢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面一直要看中国脸色的 也就是跟中共呢 有什么 有什么上海公报了 有多少个什么协议了 要求什么 要求美国跟台湾的所有处理关系呢 不能上升到官方的这个档次 而蓬佩奥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就完全废除了 也就是美国和台湾完全可以用对等的方式 外交上面对等政治上对等 而且跟中国是平准重 也就是按照蓬佩奥自己讲的 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主要就是川普总统执政以后 尤其是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以后 美台关系的发展跟美中关系的发展 基本上是平行进行的 也就是不存在什么 不存在跟美台关系发展 要看着跟中共发展到哪一步 然后才决定美台关系怎么发展 也就是台湾它已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 而这种共识恰好就是什么 就是在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能够呢 能够大家做到的 所以说呢 这个蓬佩奥在台湾的人气非常高 因此蔡英文在致辞里面也提到 就是一听说蓬佩奥要到台湾来访问 台湾民间也好 台湾的高层也好 对蓬佩奥的到访都是非常期待的 美国第七十届国务卿蓬佩奥先生及夫人 俞茂春先生 李察生先生 各位同仁 大家早 大家好 过去蓬佩奥前国务卿形容台湾 是民主成功的故事 可信赖的伙伴及世界良善的力量 今天 我们很高兴欢迎蓬佩奥前国务卿 帅船来访 亲身见证台湾人民的友善 以及热情 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刚刚透过颁政特种大寿景星勋章 除了表彰蓬蓬佩奥前国务卿对台美关系的贡献 我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深的感谢 蓬佩奥前国务卿不仅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在任内更为台美关系带来了许多的突破 包括解除对台交往的限制 对台均受常态化 以及台美高层互访层级不断提高 这些都是加深双方的互动合作 在蓬佩奥前国务卿的支持之下 台美在区域民主治理 经济 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多项领域 也建立了对话的机制 像是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过去两年连续的景观 今年也预期将再次召开 在去年台美TIFA会议复谈之后 我们也期待透过现有的机制加强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 并且早日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协商进程 让台美经贸关系可以更紧密 近来面对乌克兰情势发展 台湾也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合作 参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就在几天前 我们也启动了对乌克兰的人道救援 台湾和美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我们也希望 未来台美可以共同写下更多民主成功的故事 像蓬佩奥前国务卿这样的美国好友来访 都充分的展现出台美之间深厚的情谊 尤其蓬佩奥前国务卿在台湾的人气很高 来访的消息一出来 立刻引起许多的关注和讨论 希望未来您常常来访 我们一起继续为深化台美关系来务力 谢谢 而且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 放开了跟台湾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 各个方面被中共就是过去呢 死死卡住的很多条条框框 一下子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极大的提升 尤其是现在乌克兰和俄国 现在正在是战争局面 在这个战争形势下 那么蓬佩奥到访 蓬佩奥会对台湾提出什么样的自己的建议呢 蓬佩奥在访问台湾过程中 他明确就提出 美国应当马上就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 那么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毫无疑问来讲 就是台湾跟你中国没什么关系 跟你中国共产党没什么关系 台湾怎么做 由台湾人民来决定 当然了 对于蓬佩奥支持台湾 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美国需要承认台湾 它这个独立国家地位呢 在整个这个中国人中间 是产生这个反响不同的 因为很多中国人呢 有大一统的思想 认为就是即使是台湾独立 也不能叫做台湾共和国啊 至少是应该叫做中华民国啊 那么中华民国 它已经在台湾是一个现成的国号 你蔡英文现在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 如果独立也是中华民国独立啊 那么中华民国独立 这个就扯得远了 因为中华民国本来就存在 它根本不存在独立的问题 大陆不过是中华民国 暂时失去管控的一个沦陷区 如果你说中华民国独立这个话有意义吗 也就是中华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 所篡夺政权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说我认为中华民国不存在什么独立的问题 也就是说应当是恢复民国 如果恢复民国那是肯定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台湾已经恢复了中华民国 它自己本身在国际上面的邦交地位 所谓邦交地位就是有这个中华民国在 就不应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至少在联合国武场里面 应该恢复中华民国的领导地位 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赶出联合国 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 只有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代表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篡权来的 不是民选的政府显然什么 显然应该把它赶出国际舞台嘛 我觉得这才是正统 当然了有的人是不接受的 尤其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是不接受的 因为台湾人不要抱着中华民国都在排着 很多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台湾是台湾 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 中国是中国 我们台湾不是中国 我们台湾就是我们台湾人民自己生活 自己成长 自己保卫的这一块领土 所以说台湾人尤其是台湾年轻人 这种想法你觉得有没有错呢 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想法 也就是最终台湾的地位 由台湾民众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可以有公投 他们可以有选举 他们可以通过公投的方式 来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 既不要看这个台湾现在中华民国 打的中华民国牌子的这一部分老年人 他们是什么想法 也不需要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脸色 也不是由民进党政府来决定 我觉得就是全体2300万台湾人民 他们投票就行了 他们投票以后尊重他们的意志 他们觉得台湾未来是一个什么民主体制 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立建国的机构 有台湾人民自己公投自己选择 我觉得这是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 不要认为什么大一统就是好事 所有那个号召统一的 有这种大一统模式的这种人 大部分都有专制思维 而拥有这种专制思维的人 绝大部分人都是什么 都是吃着地沟油 然后操着中南海的心 这统一不同意有没有专制思维 所以有没有大一统跟你一个草民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统治者的事 所有的统治者都跟普京一样 恨不得了吗 恨不得把所有全世界欧洲的领主 全化给他俄罗斯呢 按照普京讲的话就是 在他整个俄罗斯国土上 曾经有过300个民族 这300个民族都是属于他俄罗斯的疆域 他俄罗斯就要把这300个民族所生活的区域 全部化归统一的俄罗斯 也就是乌克兰你也算是这个俄罗斯 这300个民族里面其中之一 当然要把你乌克兰占领掉 按照普京这个逻辑的话 那中国也全部应该给普京占领的 因为中国给普京给俄罗斯霸占的领土多了去了 所以这就叫大一统 支持普京这种思想的人 最多还不一定是俄罗斯人 弄好是十几亿中国人 也就是中共呢 他不断的给老百姓灌输 就是要灌输大一统 你看过哪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人民是有言论自由的 人民是安居乐业的 所有历史上的王朝 你无论是秦王朝唐王朝 民王朝还是大清 所有这个统一的王朝 最终人民嘛 要么是文字欲 要么是粉书坑辱 要么什么 要么是万马其英 而真正百花齐放的 恰巧嘛 恰巧是春秋战国 恰好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那个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的年代 为什么有诸子百家 因为什么言论自由嘛 言论自由思想就活跃了嘛 思想一活跃就可以创造出 人类很多极高的这个思想财富嘛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 这就是专制的思维束缚了老百姓的思想 而几千年来老百姓在这个大一统的思维下 都认为一个国家就是永远什么 越大越好 越统一越好 一个君王 一个文字 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 一制军队 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铁蹄和赤枣下生活 然后还要感谢着君王 这不就是专制给老百姓带来的里面的一个奴隶的生活吗 而这种生活今天有很多人很羡慕 你说中国如果是把它分裂成几十个国家 所有人都不同意 但是我告诉你讲 正是这个欧洲是由于原来过去统一的欧洲 或者是曾经想过多次想统一欧洲的这个大地 那个大地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以后 欧洲裂编成几十个三百个小国家以后欧洲就繁荣起来了 很简单嘛 如果中国今天是几十个国家的话 那这些国家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是互相促进友好的关系 是每一个国家都要保证人民有言论自由 是让自己的国家里面都拥有最繁荣的经济 最活跃的思想 人们最有真言的生活 肯定是追求这个标准 你一旦达不掉这个标准人家就到别的国家去了 很简单嘛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中国只有统一好 我觉得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是趋势 如果中国也像前苏联一样 有一天共产党倒台了 中国也裂变成像前苏联一样 有无数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以后 然后裂变出很多独立的国家以后 最终什么 最终这些独立分离出去的国家 只要追求民主制度的最终都发达起来了 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你可以看到吗 无论是立陶宛还是爱沙尼亚 这几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国家 他们因为跟欧洲靠得更紧 他们的价值观更结合欧洲的思维 所以他们今天都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 他们现在俄罗斯敢去侵略他们吗 俄罗斯敢随便去打一个北约国家吗 正是因为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所以说普京动乌克兰的老金啊 所以对于台湾是统一也好 他们独立也好 我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明确表达我的立场 就是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们最终攻投以后 他们愿意他们这个国家叫台湾共和国也好 叫中华民国也好 还是说中华民国我们拥护它 然后最终它能光复大陆 中华民国分别在大陆和台湾都拥有它的领土 成为一个恢复中华民国 恢复了往日荣耀的这个国家也好 这我觉得由台湾人民选择 你说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去的人民有没有权利选择 你把共产党推翻了再说 共产党再一天你就没有选择权 共产党如果不在了 那可能你会参与这个选择 那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是你把共产党推翻啊 只要共产党一天在统治着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14亿人民对未来的中华民国是否能够复国 能够在中国光复大陆 那现在的14亿大陆人民是没有发言权的 只有共产党倒台了才可能有发言权 所以说蓬佩奥这次出访 蔡英文接待她给出那么高的规格 而台湾政商两届都对蓬佩奥有很高的评价 这跟蓬佩奥长期什么长期支持台湾 然后呢恢复台美之间很高的这个外交待遇 同时积极推进台湾在国际舞台上 打造他自己这个角色有极大的关系 而且蓬佩奥之所以对台湾对中国认识的那么深厚 当然跟他自己的这个中国顾问余茂春有关系 余茂春这次是随访蓬佩奥一起到达了台湾 他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发起的这场战争 对乌克兰的评价实际上就是给台湾一部分幻想着 跟中共勾兑的各种政治人物呢 对他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也就是余茂春明确就说乌克兰政府之前呢 是抓住中共的这个救命稻草 跟中共呢一直是苟合的 而且乌克兰的前任政府呢 它很多高层领导人也是相当腐败的 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腐败真的是很少 过去乌克兰有很多它政府的高级领导人 跟中共清定了各种协议 包括核保护协议嘛 希望中共能提供核保护 那中共到了关键时候它会给乌克兰提供核保护吗 中共保护了吗 乌克兰几十年来跟中共的关系是相当暧昧的 它向中共偷用了大量的俄罗斯制造的军工产品 包括航空母舰技术 中共敌手航母不就是从乌克兰拖过来的那台二手航母吗 乌克兰大量转让了前苏联的两栖作战舰艇 重型的轰炸机引擎 这些军事装备讲起来是转让 实际上呢几乎是免费送给中共的 但是呢所有操作的关联人员 他们个人获得了金钱 享受到了美色 中共给出了极高的贿赂 他们本人拿到贿赂就行了 所以说乌克兰的前几任政府里面相当的腐败 有的这个总统都相当的腐败 而现在的泽连斯基是2019年才当选的 前朝政府的腐败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动不动指控说泽连斯基多么腐败 我在我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 泽连斯基如果腐败摊到了钱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一旦这个大炮一响 马上带着家人带到他的城管 逃的影子都不见了 为什么他每天要和他的夫人 带着他的孩子战斗在乌克兰 战斗在基辅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不断的号召乌克兰的人民 抵抗着俄罗斯强权的侵略 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 你觉得有哪个贪污犯在这个时候 他会坚守争地吗 你贪污了钱你会不跑吗 你贪污了钱你会把这个钱烂在家里面 然后你去保卫你的国家 你不要去享受吗 有这样的贪污犯吗 乌克兰的独立是前苏联解体的产物 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当时乌克兰想独立 他这个独立不光什么 不光是前苏联很多这些加盟共和国 他们都支持他们自己都有独立的想法 而且乌克兰的独立 还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共同支持的 也就是什么 俄罗斯和美国当时一起 他们共同创造了乌克兰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 因为仅仅是美国支持乌克兰独立是不够的 乌克兰当时还在前苏联境内啊 乌克兰独立本身实际上是俄罗斯离心力的体现 也就是俄罗斯当时呢也希望什么 希望前苏联完全崩溃掉 因为当时前苏联联盟呢 也就是格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呢 那时候呢还是一个整体 还没有完全的肢解 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就是叶里钦领导的俄罗斯联盟呢 他是希望俄罗斯能够独立建国的 那么在俄罗斯独立建国的同时 他也希望乌克兰和其他的 类似于像波罗的海三国 以及呢中亚的那几个什么斯坦 也希望你们也能够独立出去 如果你们一旦独立出去以后 也就是打破了格尔巴乔夫领导的 统一苏联的这个阵线集团 因此叶里钦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独立的 那么在叶里钦的支持下 也就是俄罗斯想独立的这个独立盟国支持下 美国又支持乌克兰最终就独立了 也就是在1991年12月份的时候 正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三个国家一起签订了嘛 签订了一个叫做别洛伟日协定 这个别洛伟日协定宣告了苏维埃联盟的破产 那么最终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 白俄罗斯也好通通都独立了 那么独立了以后呢俄罗斯一看 呦你乌克兰还有那么多核武器那不行 你有核武器对我俄罗斯肯定是有威胁啊 所以说呢最终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 以及呢英国法国包括中国所有的联合国武昌 就不断的什么给乌克兰施加压力 也就是希望乌克兰契合嘛 那么这些友和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都希望乌克兰也能放弃你的核武 那么最终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游说下 尤其是嘛是美英中法俄都不断的去保证了这个乌克兰 他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证他国家领土的安全 以及呢对他进行核保护 最终就宣布自己弃核把所有的核武器全部消毁了 那么消毁以后今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 没有一个有核国家过来保卫乌克兰 而俄罗斯因为消灭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核武以后 俄罗斯就成为原苏联区域里面它唯一的有核国家 这样的话俄罗斯他就那么 哪怕他的核就可以对世界上面进行药物扬威进行威胁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俄罗斯他对乌克兰的这种压力 也实际上就是呢国际社会的背信起义 包括中国在包括美国在都没有给乌克兰有核保护 所以乌克兰的契合是你们一起签订的这个不搭配置协议 你们根本没有争手是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一种背信起义 而中国不是这样去选择 共产党自从乌克兰战役开始以后 就不断的嘛去认定俄罗斯清越扩张的这个正确性 因为什么乌克兰你想加入北约嘛 你加入北约你对人家俄罗斯不就是有威胁嘛 所以说无数支持俄罗斯的人对中共的强盗逻辑呢是深信不疑的 坚持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触犯了俄罗斯的底线 说北约东扩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国家的安全 其实俄国大家知不知道俄国曾经四次申请过要加入北约 只不过是美国和欧洲北约的主要国家都拒绝俄罗斯 不会给俄罗斯随便加入的 那么你想想看俄罗斯四次加入北约如果给他加入呢? 如果给他加入了不就是对中国有威胁了吗? 按照俄罗斯现在清约乌克兰的这个理由如果能成立 这个逻辑如果有效就是你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你加入北约就对俄罗斯国家领土安全形成了威胁 所以说俄罗斯打你就有正当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俄国如果加入了北约 那是不是中国应该派兵去打俄罗斯? 而且打俄罗斯有正当性 因为你加入了北约对中国不就有威胁性了吗? 这不就是跟现在俄罗斯清约乌克兰一模一样的理由吗? 而人家乌克兰只是想加入北约还没有加入到呢? 你俄罗斯曾经有四次想加入北约也没有加入到 那中国现在也完全可以出兵对你俄罗斯进攻 也就是理由也就是你加入北约 你就是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啊 这种强盗的逻辑呢 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呢 相信这种强盗逻辑的人永远在 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相信 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这种傻叉 在中国你尤其不要跟你的亲友啊同事啊谈什么政治谈历史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你最终就是重盘清理嘛 当你有了思考就有了观点 你有了思考有了观点你也就有了敌人 你懂得越多懂你的人就越少 因此面对朋友圈你只能采取不和价值观不同的人 不要和这些人去开展辩论 因为他永远不可能理解你 不是你认为他傻 而是他认为你傻 这几十年来 你回头看看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人天天都在你身边围绕 因为没有任何言论呢 他天天认为自己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人 在中国呢在你的亲友圈里面是大有人在的 因为受到制裁 人家俄罗斯人的iOS系统缺少了很多功能 但是人家再缺少 也比你中国人用的这个iOS手机的功能里面 要多得多 尽管俄罗斯在战时 但是反战的俄罗斯人仍然是可以机会游行的 在中国你机会游行你给我试试看的啊 尽管俄罗斯人也经常在笑话北朝鲜人吃不上米饭喝不上肉汤 但是俄罗斯人他搜索朝鲜人的生活 还是可以用谷歌来搜索北朝鲜的 深渊乌克兰的英朝联赛在中国根本不能播 但是在俄罗斯是可以转播的 所以来说去也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人同样做奴才的话 奴才的地位还是有差距的 因此可以讲这一次俄乌之战 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乌克兰坚定的决心 乌克兰第一夫人的坚毅形象实际上一直是在鼓舞着乌克兰人民的 也就是很多人都在诋毁乌克兰这个战时的总统 中国的大土耳领导人个个都像是演员 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第一夫人始终建守在乌克兰 他们没有离开乌克兰半部 乌克兰总统第一夫人叫泽连斯卡 她成为第一夫人以后她推动的第一项计划就是大幅的改善 整个乌克兰大中小学所有学校每天的午餐 也就是她力所能及的去推动了全国所有学校里面学生的这个营养午餐 这是她做的力所能及的也是呢做的实实在在的事 彭丽媛也当第一夫人了彭丽媛当第一夫人就十年了 这十年来她除了每次出场秀她那些不三不四的时装之外 她做过一件正事吗?那铁链旅她一生都不吭 国际场合她没有一次她不要装模作样她要去作秀 十年的联合国妇女儿童大使她说过的唯一句话就是 不让一个非洲儿童失学啊 那么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有十几亿人啊 中国失学的儿童太多了这彭丽媛看不到吗? 当的啥第一夫人啊?所以这些玩政治秀的女人啊 实际上她们是相当恶心相当肮脏的 拜登在这次国情自问会议上面 这个佩洛西站在她后面就跟吃了春药一样 春心荡漾啊她的那个动作和表情啊都给媒体拍下来了 不知道你一个八十多岁的佩洛西你在总统的国庆自问大会上面 你怎么会这么失态作为一个国家的议长怎么会如此的春心荡漾 你那种浪销和你那种动作跟你这个国家众议院的议长跟你国会的领导人 跟美国这个大国的领导人的身份相符嘛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国际领导人很多人都喜欢做秀 彭丽媛就是典型的一天晚上秀她那几身实装 但是真正为中国广大妇女儿童要做的是她一件做不到 还动不动的这个中国的网络上去诋毁人家乌克兰总统 诋毁人家乌克兰的第一夫人人家实实在在的率领着乌克兰的守军 在抵抗着俄罗斯强大的侵略 最终乌克兰人民一定是会取得胜利的 普京这种霸权他可以得逞一世他得逞不了一世 再说现在整个俄罗斯军队可以讲叫节节败水 俄罗斯很快就会灭亡普京很快就会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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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